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参考线的中间区域把矩形拉出来 这个是我们放主要内容的地方 那这个主内容区域距离浏览器的顶部 Margin Top是100像素 那它的内边距离是50像素 好有了这个参考线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区域内 然后进行网页的设计 首先呢我们做这个顶部的内容 我们先把logo放进来 然后我们把顶部的菜单依次的做出来 我们先把顶部放进去 好我们做完了之后呢 给这个home这个菜单一个当前的状态 好我们菜单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做这个语言的切换 我们做这个语言的切换 接下来我们做这个搜索的按钮 接下来我们做这个搜索的按钮 明明确 明明测试 好那hider区域 网站的顶部我们就做完了 我们再微调一下 我们再微调一下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网站的中间区域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明明搜索的顶部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明明搜索的顶部 我们把文案粘贴过来 重新排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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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把小四部分也复制粘贴过来 水瓶剧中 打一个组 水瓶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我们做这个数据的区域 水瓶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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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区域我们就做好了 下面我们来做这个按钮 按钮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做中间这个双螺旋DNA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我们在Blender中来制作 好 我们来进入Blender 我先建一个柱体 我们拉长这个主体 然后进入编辑模式 吸分一下 把两边的面全删掉 把两边的面全删掉 推出编辑模式 然后按住Shift D 然后按住Shift D 复制一个 在Z转转90度 然后缩小 然后移动到这个大的远处中 然后按住按住 按住Ctrl G 合并 然后我们用修改器里面的镜像 来做出另一半 然后我们修改器里面的图片 然后按住 然后按住Alt G 让它归于原点 然后我们用阵链去做剩下的图形 然后我们用阵链去做剩下的图形 然后我们用阵链的空物体 拉大一些 然后添加修改器里面的简易形变 然后添加修改器里面的简易形变 我们把这个圆点 指到刚才我们建的空物体上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参数 720度 720度 轴向是在外轴 我们来调整一下 阵列的数量给到30 那这个模型我们就做出来了 我们拉出一个窗口来 在摄像机的视角 我锁定一下 然后把这个模型放到相应的位置 我们把刚才使用的修改器全部应用一下 然后灯底锁下 然后灯底锁下 好我们来设置一下渲染引擎 我们用cycle 胶片这里面我们选择透明 这样我们导出的时候就可以导出透明的图片 世界环境这里面 我们来选一下 参数 灯光这一块 我们选一块 我们拉大一些 调到相应的位置 我们给这个DNA双头旋一个基本的材质 好这些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渲染了 我们回到PS中 先命名一个文件夹 专门放这个TNA这个图片 我们把刚才渲染厚的这个图片 放到这个主画面中 然后给它一个红板 然后用笔刷把两边的这个图像给它虚化 现在来我们来做这个图像上这些信息点 打一个包 然后复制 放到相应的位置 我们做出其中一个信息点的浮动内容 我们做出其中一个信息点的浮动内容 这些信息点上的时候 相关的这些浮动的信息会显示出来 我们做出其中一个信息点的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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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基本的网站的首页我们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微调一下 把这个DNA这个图像再调亮一些 好 这样比较有质感一些 好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